八郡股东大会当中有何要点 每年举行的这个八郡股东大会 一直都是市场的焦点 那么这一次是转移到了 网上进行视频会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也尝试做出一些总结 看到本次股东大会当中有几大要点 当中包括要改正航空股的投资 同时巴菲特提醒不要看衰美国 那么当然对未来也并不是一个 全然乐观的一个态度 同时他还表示可能会放弃旗下部分 长期未有盈利的业务 那么针对这次八郡股东大会当中 巴菲特给我们做出一些启示 跟他的一些总结 首先请教则航 那么当中对于我们投资来说 有什么启示的部分呢 那么实际上这一次 里面我留意到一个重点 就是这次巴菲特谈及 我们当前面临的这个经济的一个 衰退的一个预期也好 不景气的一个预期也好 他谈到这个原因呢 跟这个0809年去做了一个对比 那么认为呢 这一次不同于上一次 这个是经济像一个火车一样的 还是走在这个轨道上面的 只不过这一次因为这个环球疫情呢 它是停了下来 但0809年呢 是基本上脱轨了 是因为当时的一个金融危机 所以呢 他认为这一次啊 这个经济还是在轨道上面 并且呢 不认为这个美国经济会 不看空 不看空的本国的一个经济 那么另外呢 也表达了对于这个疫情啊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一个 不明朗的一种 非常极大的一个担忧 那么基于这一点呢 他对投资者在这个时候 入市呢 的一个看法呢 基本上是五五开的 就短期呢 他也说不准 但一个长期的看法呢 他认为持有股票呢 从是跑赢这个国债 要看二三十年 可得长年的周期了 非常长的一个周期 那么这个是他对于 当下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背景呢 跟之后的一个预测 那么另外呢 也谈到了一些 个别产业部门的 比如说这一次航空业 就大家讲的比较多 那他根据他的一个记录 或者说他的一个会议上面来看呢 基本上是出清了 美国持有的一些这个航空股 那么这一块呢 简单的分析一下 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巴菲特旗下基金呢 他一般做的是大的股权投资 他不是在市场上买这个股票 股权的一个投资 那么他势必要考虑这个未来的一个价值 就是稳定的一个现金流 盈利的一个回收 那么当下的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一个疫情呢 是迟迟啊 这个没有一个好转的一个境下 但是呢 他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负债规模非常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又引入了这个所谓美国当局的一个辅助的一个这个补助补贴 但这一块补贴呢 后面呢会不会有一些是条件性的 那么他作为这一种投资的一个这个角度进去的话呢 一来要面临着这个后面 拿一家破产倒闭 或者是在这个不肯正负 这种不确定性呢 二来呢又要 到时要这个担心啊 这个钱呢 要履行一些这个协议 有这个所谓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个风险 是 所以这一块是一个产业的一个担忧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提到了 特别是最后一句 在收场的时候有提到说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用这个PPT 那么第一次经过这个一个多月之后 才竖起头发这个打起领带 那么也实际上就讲说呢 这一次这个疫情呢 给大家这个社会生活的一个方式 带来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 一个冲击变化 那么这呢实际上也提供了一些机会 就所谓的一个云方面的一个经济 在这个疫情过后方面呢 这方面渗透率提高 带来的一些这个机会 是 所以在这一块 我看投资者很多都关注到几个要点 就包括这个巴菲特他就强调 美国过去也曾经面临过动荡的时刻 所以他认为这次就不要轻易去堵住 说美国前景不好 绝对不要压住美国前景不好的 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堵住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提到最近的很多疫情导致的不确定性特别多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呢 他又提到需要随机应变 那另外的话 他也提到就是最近他没有看到 有吸引力的投资标的 所以这一些言辞的解读是说 首先那巴菲特还是看好美国市场 但是在现阶段去寻找投资标的 他好像觉得这个应变要需要随机应变 没有一个很高确定性的一个投资标的 出现令到他心动 所以这一块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说 那美股还是继续一个值得我们看好的市场 但是目前方向上还是有待进一步的筛选分化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投资态度的一个启示呢 我觉得可能他这样的一个表述 在可见的未来一年之少的一个周期里面 这里面定价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定价里面三个要素 首先盈利面临着这个中期 接下来一个季度的一个 甚至全年的一个担忧不确定性 那么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一个风险偏好 因为大家投资人没有看到这个疫情拐点 甚至美国复工之后 会不会带来第二波的一个疫情 甚至当这个疫情恢复之后 全球的一个格局 或者说一些贸易方面的关系紧张程度 这方面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 这块又会施加在风险偏好上面 所以这三个因素 当然还有无风险利率 当然这个是非常低的 是一个利好 仅存的一个支持因素 那么其他两个会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 特别还有影响风险偏好 就是这个债务的一个问题 所以可能基于未来一年的一个周期 可能这个巴菲特 他也预期会有一些更重大的 会冲击到这个基本面的一个事情 那么持有这么多现金 他可能也是在等待 这个未来更好的一个机会来入市 因为还是要判断 这个市场情绪是瞬息万变的 可能你不知道这个风险偏好 什么时候突然提高 什么时候降低 所以可能巴菲特认为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观望的一个时间节点 但是当中刚才泽航也提到 就是在巴菲特方面 他是把美国四大航空股 都是做了一个清仓处理 那么是16年以来 对这一块的部署是承认 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的决定 但是相反我们来看 其实在内地航空方面 其实情况可能未必就跟美国一样了 首先我们看高盛方面 它是维持内地航空股的一个买入评级 预期在疫情影响之下 6月至7月国内航线陆续复苏 预料客机用于货运服务会出现 供不应求的情况 而国际航线前景不明朗 而大和同样认为 强劲的财政支持 内地航线是逐渐恢复 但全线下调内地航空股目标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来看在整个一个航空方面的一个情况 想问一下则航了 同时如果说利好 最近油价的一个低位水平 其实对内地航空也算是一个相应的利好 而内地最近在一个国内航线 这样的一个付飞率也好 或者上课率也好 我看其实都恢复的挺好的 可能都有八成以上的水平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内地航空方面 您觉得整个环境跟美国比起来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比美国好一些 因为它率先经济复苏 并且国内疫情较有效的控制 至少它这个资产能够运作起来 那么对于这个基本投资的一个情绪上面 我觉得至少就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支持 但是如果从盈利的角度来讲的话 因为失去了这个国际业务这一块 还能靠这个国内这一块来支撑 但国内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付出 是一个较缓慢的一个过程 因为它要一来是大家普通的一个出行需求 二来主要也是来自于这个商业务 商业这个活动方面 那么这一块是随着整个宏光经济 它缓慢的一个恢复的 所以这一块恢复要进一步关注 那至于说这个货运 因为它本来账比就不是特别大 所以这一块短期提振有限 那么至于说这个成本方面 那当然这一块主要还是 依赖国内的一些政策支持 带来的一个利好 那么从非常短线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五一那天 国内的一个航班方面的一个周转率 是有一个改善 但是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有限 更多是从这个短程的开始 这个活跃起来 那中期的话还要 这个偏长一点的话 还是要这个恢复比较慢一点 所以呢短线的机会 我觉得是更多是一种反弹的一个机会 OK 反弹当中 您会看觉得哪些个股或者说是 反弹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率先考虑 这个规模效应 规模这个比较大的 这个中国这个国行 它的一个国内的一个市场 OK 这个可能受益这个复苏会上得比较快 可以关注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